最近的海地發生了大地震 那據說 傷亡的人數 單單死亡的人數就超過20萬 那受傷的 可以說不計其數 現在還沒有辦法估計 那麼這個 我們曾經分析過 為什麼會有地震的產生 整個天地 它沒有照著秩序來走 那它就會發生晃動 晃動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人心不平 那人心不平 產生的晃動 所以現象界是依著我們的心的變化而起變化的 我們講過心線事變的道理 已經講過很多次 不斷地在強調這樣的觀念 佛陀在楞严經裡面也講過 整個世界的形成 以及六道施法界的形成 甚至這些 鬼道 磨道 仙道 天道 等等 這些眾生的形成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參考 楞严經 那麼從佛的教誓 我們知道 地發生震動 地代表我們的心 那麼心呢 發生了震動 不安 所以產生了這個地震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直接聯想到的關係 如果說從 從這個楞严經的教誓 佛的說法 那就是心不平 人心不平產生地震 人心不忍產生旱災 這個就是呢 新線事變的道理 那麼 那麼佛陀強調 依報隨著正暴轉 我們要知道 這叫義暴 就是依附在我們身心的這個環境 物質的條件 包括我們的這個吃住 食衣住行 我們的整個大環境 這個都叫義暴 那正暴呢 正暴是我們心的感受 心的這個 程度 我們說水平 你心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就會得到什麼樣的果報 這個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有的人把這裡當作是天堂 有的人把它當作是地獄 這個都是因為正暴上的不同 而呈現了整個義暴上的不一樣 那有共同的這個供業 供業呢 就是整個地球的環境 那我們生長在這個地球裡面 地球人 每一個人的生活 都是息息相關 那麼息息相關的生活裡面呢 就產生了一種供業的營造 那麼你為什麼會來地球投生呢 或做這裡的眾生呢 這個啊 就是因為你的業力 來到這裡 那麼你跟這些人相處 那麼這個 跟你相處的這些人 這些人事物啊 就是跟你一起的供業 那所以呢 我們這次看到海地大地震 傷亡這麼樣的嚴重 那麼我們可以 看到最近這幾年 地震不斷的頻傳 在世界各地啊 不斷傳哪有地震 只是呢 有的有造成災難 有的呢 災難比較嚴重 有的災難比較輕微 那這一次的海地的大地震呢 那麼想必呢 應該是一種很嚴重的供業 所營造出來的一個災難 那麼人心不平 像海地這種國家 他們本身呢 就很少有聖人的教育 那麼在新聞 看到海地的人民啊 還來過台灣 來拜這個姚慈金母 也就是說拜台灣的這個神明啊 來歸一在金母的門下 那這樣也算是一個好現象 但是呢 也可以說明說 海地那個地方呢 他本身沒有聖賢的教化 那麼沒有聖賢的教化 就很需要有聖賢教化的這些地區的人民啊 去教化他們 那我們看到整個世界啊 貧窮的國家是越貧窮 那麼災難呢 通常發生在貧窮落後的地區 你想想看這是為什麼 比較起來啊 我們會發現到說 像非洲 像非洲 像這個 南美洲 這些呢 比較是屬於 未開發國家 或者是說 開發中國家 他們的這個 生活水平啊 都非常低 為了求一頓之寶啊 就要這樣子 一天的努力 那麼我們北美 我們北半球 這些國家 相對的這個 生活水平就比較高一點 那比較高一點呢 所以呢 我們會進入到這種 精神的層面 心靈的層次 所以 一時保而之禮儀啊 所以呢 我們今天講到 敦品從禮 是因為我們的 這個 衣報啊 讓我們可以在這邊呢 學到聖人的教化 我們要非常感恩啊 今天你還能夠聽到 有人在講禮 有人在講禮 這是相當不容易啊 這是相當不容易啊 那 在這個 旅士春秋裡面 記載了一則故事 周文王 當時呢 他們的國家也發生地震 那麼聖人的教化啊 周文王是聖人 那 聖人的教化之下 都還會有地震 那可見呢 周文王 還必須呢 更加的讓他的子民 了解到 整個天地的道理 這個一定要透過教化 才有辦法改變 整個衣報的現象 那麼他的百官就很驚訝 很惶恐啊 不曉得怎麼辦啊 地震啊 快了 地震已經來了 余震不斷了 大王 我們應該如何是好啊 那周文王就訪問他 你們這些 天文官啊 你們這些工程師啊 我們應該怎麼辦啊 那有的人就建議說 我們應該把城牆啊 加厚一點 把這個 國王你住的地方啊 這個 四周圍啊 加堅固一點 多派一些 守衛來固守 免得發生危險 那周文王 他想一想呢 一個地震 必須要浪費人民的工房 浪費人民的勞力 來加高城牆 來固守他的家園 那這不是 有德之士 這不是有德之君啊 這不是王道的精神啊 所以呢 他就跟他的百官講 我要修養我的品格 我要遵守我的禮儀 來 祈求上天啊 降低這種災難 地震是上天 所降下來的三人 所以呢 他要用遵守禮儀 從上品格 所以他自己呢 把朝中的這樣的一個禮儀啊 嚴格的要求 百官遵守 那自己呢 把自己的姿態啊 放得更低 喔 君臣之間呢 和睦相處 喔 然後呢 這個 人民的賦稅啊 降低 那人民呢 各安其職 那所以地震就這樣呢 悄然消失了 那這個就是文王 他用 他用 他用這個禮儀啊 禮儀啊 來降低地震的方法 這是不簡單啊 周文王會想到 會知道天災地變是 他的德性 有損 你看當時 周朝 後面呢 那幾個君主 周幽王 這個無道的昏君 周幽王 的時候呢 商朝的 這個周朝的發源地 契山啊 契山這個地方崩掉了 契山 契山也崩啊 那周幽王呢 對於這個地震啊 不理不睬 跟著他的愛妃啊 包子啊 每天呢 淫亂宮廷 不理朝政 所以 西周就這樣滅亡 所以你看我們知道 一個國家 他的領導人是很重要的 那以前呢 是這個皇帝 以前這個皇帝呢 是天命給他的 所以呢 他的這個選擇呢 更大 比起現在我們所 選舉出來的總統 他那個福報更大 當然影響力也就更大 你看在佛經裡面記載 所謂金輪王 銀輪王 鐵輪王 這些 這些天王啊 那就是統治整個 四大步驟啊 那他們的福報呢 就比現在的國王 要大很多 比現在總統的福報要大很多 那到了周幽王 那到了周幽王 他沒有 沒有到 沒有得 所以呢 國家就沒有 所以 回歸到我們今天的生活 我們今天的世界 看到海地的大地震 先前呢 是四川的大地震 這都訴說了一股 人心不安的現象 人心躁動 躁動不安呢 就會發生在 這種惡暴比較嚴重的地方 所以呢 所謂的地神代啊 那只是科學家的說法 所謂什麼斷層地帶啊 這個地方的人 會比較有可能 受到地震的侵襲 那他為什麼會住在這個斷層地帶呢 那也是他的因緣國報啊 所以斷層地帶 會不會發生大地震 其實呢 這個 這個跟斷層呢 沒有 絕對的關係 真正有絕對的關係的是 一暴隨著震暴轉 是人心的重現 所以海地這個國家 現在呢 有很多救 救難的這個 國際組織啊 通通到那邊去 去救 救渡這些這些災民 但是呢 這個糧食啊 醫藥啊 這種生活條件的物資啊 也要紛紛立刻進場 那海地是跟台灣有邦交的國家 所以呢 我們台灣 雖然也有派這個救難隊去救援 但是我們覺得 我們更應該有深入的這種民間的交流 尤其是這種心靈上的交流 宗教上的交流 應該更鼓勵民間的這些宗教人士啊 這些修行的團體啊 要過去過去那邊啊 教化我們這些邦交國家的人民 那至於海地有沒有一貫道的道場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至少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方向 那海地既然跟我們台灣有邦交 那麼就是跟我們有緣 我們應該呢 也有機會去教化他們那邊的眾生 把這種禮儀之教 聖賢之教 傳到那邊去 讓他們減少他們的天災地變 減少他們的這個貧窮苦難 我們常說台灣這個國 我們台灣這個地區啊 是還有一些修行人住在這裡 所以台灣這個地區呢 呈現的是富享安康的一面 但是它裡面也有很亂的一面 這個很亂的一面呢 跟很善的一面呢 這樣呢 互相的供應之後啊 交感之後啊 善惡力量在拉扯 所以有時候善的磁場比較多 有時候餓的磁場比較多 那餓的磁場多呢 就發生像八八水災 這樣的天災地變 然後人民又開始亂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更應該檢討 我們現在的這個 聖賢教育 敦秉重禮 在這一方面呢 我們是不是 真正的有落實到了 你看這個 國家無禮 就不寧了 一個無禮的政府啊 那它就是國無寧日 所以我們看到 現在台灣的立法院 就像蔡市場 為了一個法案啊 大家呢 你爭我奪 我們呢 我們的法案啊 都是這樣通過的 這國無禮啊 所以呢 國家沒有禮啊 整個國家就要亂了 禮是國家的命脈 所以我們希望呢 這些政府官員啊 這些名義代表 要遵守的這個 該有的禮儀啊 因為無禮必亡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講 我們之前講過 一日克己赴禮 天下歸人 一個沒有人的人 他是沒有辦法行禮的 所以 人而不人如禮盒 這是孔老夫子講的 一個沒有人 道德的人 沒有人子的人 他怎麼會行出這些 有禮 有禮貌的這些言行呢 但是呢 他有講 一日克己赴禮 天下歸人 所以你要有一個仁德 你必須要克己 然後呢 回歸到我們最原始的 那個 那個面貌 那個言行 那克己 我們說克己呢 是 格除這些心物 欲物 格除我們的脾氣毛病 己就是我們本來的面目 我們本來的面目 被這些脾氣毛病 這個無名妄想 給障礙住了 所以沒有辦法覆禮啊 照理講 我們本來面目都是禮的 我們言行 我們行此出來了 都是符合禮的根本 符合禮的原則 因為禮是一種天地的秩序啊 人倫的秩序啊 那麼天地都照著這個秩序來走 就是有禮 現在天氣呢 沒有照著秩序來走 這表示呢 人心的 印著 人心的變化 印著這個天地呢 產生變化 所以孔老父子又想 不學禮無以利啊 沒有學禮 他沒有辦法立足在這個世間 你看人跟人之間 你要有一個基本的禮儀 那這個基本的禮儀呢 是以 遷退為主 所以君子以遷退為禮啊 遇到人跟 人的事情啊 總是以遷退為原則 那這個就是最好的禮 遷退了我們再來講 這種道理 再講這種為禮細節 到底誰好誰誰壞 誰對誰錯 大家都先退一步再來講禮 所以遷退為禮啊 所以你看我們看到 孔子的弟子 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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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佛他 當時呢 是魏國的大夫 那他呢 因為要保護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祖公啊 我們說他的老闆 所以一定要回到魏国 去看看状况 但是魏国正好在发生战乱 发生战乱 他就冲进去 也没有问个头尾 就说要去救他的主公 那么人家看到这么无理的行为 当然这些 整个战乱的军队 全部都指向他 所以子禄就这样 莫名其妙被杀死 当时子禄如果能够稍微理智一点 能够迁退一点 那么他可能不会无缘无故死 所以子禄是自己去送死 死之前还知道把帽子戴正 表示他有君子之礼 那么可见子禄的礼 对于自己的行持很要求 那么对于别人 他对于跟别人交往之间 他就没有那么在意 所以造成了他罔顾性命 同时在魏国当官的孔老夫子的两个学生 一个是高才 一个是子禄 孔老夫子当时就有预言 高才会回来 子禄会死掉 果然如他人预言 所以孔老夫子 已经看透子禄的行为 因为无理者亡 君子以牵退为理 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不要去跟人家争那个理 你争什么理 争什么理都错了 尤其是夫妻之间 夫妻之间你要争什么理 越争是感情就越差 夫妻是讲情 所以人情在这种礼仪上表达出来 那表达出来的就是要牵退 没有人比较高明 没有人比较伟大 尤其是南方这一方 你没有比较厉害 南方更应该显得出 他那个牵退的 牵退的这种君子行儀 所以只有牵退了 你才能够保持住 你的那个感情的生活 所以夫妻双方在吵架 只要有一方赶快跑掉 不要去理 不要去硬 那么这一段夫妻的感情 还能够好好的维续下去 对方讲什么 冲耳不闻 马耳东风 但是牵退为理 牵虚的态度来面对他 虽然他讲的没有道理 可是听一听就算了 不要在意 这个是夫妻之间 夫妻之道 所以君子之道 赵端夫夫妇 这个夫妇的道理 是今天我们人世间最大的问题 就是夫妻没有理了 夫妻没有理 才造成今天世界动乱 整个末法时期的现象产生 那么谁知道这种道理 我们看到这个电视 这些谈话性节目 他们把他们自己 怎么样的跟男女相处的关系 把它表达出来 把它的最 最落魄的一面 最失望的一面 把它输出于这个画面 昨天我还看到一个 事业有成的妇女 然后她在谈她为什么会离问 然后她在讲什么人要追求她 什么人在跟她交往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会觉得说 真的世界 社会乱就是乱在这种 你自己的这个家庭问题 自己没有解决 用逃避的方式来解决 离婚 那结果呢又把这种 这种负面的讯息 在媒体上播放 他讲他讲他讲 每个人都讲 好像呢 这个离婚的事情呢 已经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成为一种这种 茶余饭后的话题 那么已经变成这种现象了 这个君子之道已经没有了 我们社会呢 看不到君子 应该说的在 在这些媒体上 难得看得到君子 但是我们还是承认 世间还是有君子的 你要君子之道 照耽误夫妇 所以君子之道 君子以牵退为理 所以你跟夫妇之间的相处 就是一种牵退的态度 就只有牵退了 才是最好的方法 一切要诊 你看一切法得成欲诊 金刚经讲的这句话 尤其是你修道人 白养的修事 你今天如果说还跟人家谈到 这个感情的问题 这种离婚的问题 那么你 你到底修 修到哪里去 我们不晓得说 你这个 你这个视线 会有多大的果报 你一定要忍 对方即使再不合理 你都要忍 他忍下来 因为一切法得成欲忍 你这关没有过 那么你 你以后还是 还是一样会碰到同样的问题 那所以 讲道理 孔老夫子讲不学理无以理 这句话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基本的理 是我们今天 做人的条件 那今天呢 人跟人的纷争这么多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一言不合就走上街头 一言不合就到 这个政府部门去抗议 就找个媒体来宣泄 这个呢 都造成今天社会乱象的原因 那么媒体呢 推波助澜 媒体呢 也有因果 这个道理呢 太过细微了 所以呢 如果说 没有人 出来讲 现在的众生呢 不晓得这样的事情 我们今天 理事掉了 理事掉了 就是诉诸于武力 诉诸于 抗争 斗争 甚至呢 战争 所以你看海地 发生大地震之后 那么 灾民恐慌 抢着粮食吃 整个国家进入 无政府状态 所以医疗人员 也赶快撤退了 因为呢 怕被伤害 整个国际组织呢 文字却步 也不太敢深入了 因为理事掉了 基本的人 做人 道理事掉了 道理事掉了 人就不敢去了 那么整个海地啊 造成更大的动乱 你看这个要怎么办呢 这个如果没有 从教化入手 从教育 去开导他们 他们怎么会 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 越贫穷 越落后的地方啊 天灾地变得越多 这个不是因为 天地不仁 实实在在是因为 这个越落后的 感谢观看 越来越处 越来越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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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